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扔到比赛路程中间 阻挡车手继续进行比赛 导致比赛意外中断 裁判无奈只能暂时终止比赛 而此次事件让比赛延络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事件突发 严重影响了比赛的政策进行 警方不得一起用吹雷尔斯去赶游行人群 而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经常有游行群众会借着还把自行车赛的高爆光度在赛城之中举横幅 或者制造混乱 扰乱赛事 以得到关注 但他们大多是为了抗议对某件事 或者某些企业甚至政府的不满 由于警方在释放催泪瓦斯时 用量量打 也波及到了部分参赛选手 在使用催泪瓦斯后 风暴瓦斯吹入部分离得较近的选手严重 造成他们泪流不止 其中包括著名队伍健空队的选手 部分选手选择用带的水进行清理眼睛 还有部分严重者到医护车内进行治疗 在进行治疗后 很多选手恢复了正常 但是会不会对后面的比赛有所影响却不得而知 管法自行车赛事之名的年度多阶段 公路自行车运动赛事 主要在法国举办 但也经常出入周边国家如英国 比利时 还有比林的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州 自从1903年开始以来 每年余夏季举行 每次赛期23天 共21个赛段 平均赛程超过3500公里约2200英里 完整赛程每年不一 但大动环绕法国一周 希望接下来的环法自行车赛能够顺利进行